画我生命中的美好比赛已刚一段落咯 作品中我们看见孩子的用心与真情 无论有无得奖 最重要的是将对家人的爱与感谢 用绘画表达出来 真的十分感动 整体感觉因为我教课教那么久 之前对外的文圈那种广告 接受的比较少 所以他们可以从画家或者画画本身 虽然画的不是那么成熟 可是就可以画出他内心的那种感动 有一个是画面构图都做得不错 好像是本来是很郁闷 然后经过化解之后好像有翅膀 我记得他画的翅膀 画得很自然 可以看得出来是他自己的想法去画出来的 我的经验里头有些小孩碰到问题 真的躲在一角 不知道他怎么办 他可能就会有点在生气啦 或者丢东西甩东西啊 或者拿着画纸 很生气的 平胖平胖 甚至把画纸都刮破了 有碰过这种状况 我是觉得他们可以利用画画 让他去舒缓他的想法 我记得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吧 这比赛其实很多人都画得很好 参加这比赛就真的不要会心 你画图开心是因为你看到你的作品 很开心 然后来鼓励看到你的作品的那些人 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的画画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去模仿或临摹其他人的作品 这不要紧 但是你要最后是可以画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也是鼓励大家就可以最后画出自己的风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